成功老化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大佩大姐 有一些不管是你們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你們聽到的 或者是你們現在正在努力在做 在學習的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當然有談到個人的健康啊 學家的安全 那這學習我們談到的是比較屬於 跟情緒啊 壓力 甚至記憶力 到最後我們講到這些社交朋友 然後再從地獄中來 反思這個跟老伴的相處關係 老朋友有一個重要性 所以現在就要麻煩各組的同學 來討論一下 整理出 像剛剛我們各組 就是有一個來負責紀錄 那我們下禮拜 各組選出兩位同學 兩位同學 一定要會 桌子開在這邊 右上椅子開在這邊 前面的時間 我會先來講解一些跟 學問的話相關的議題 還有一些主題的探討 最後會有70分鐘的座談時間 就是讓各組的大哥大姐來分享 那不管下禮拜有沒有其他的人來聽 那至少我們把我們自己已經學到了 把它稍微整合一下整理一下 或者是再把加進去自己的經驗 來講給其他人聽 希望從這個座談的過程當中 能夠讓其他人也能夠學到 你們那一組的智慧或者經驗 那我希望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再報到這六位大哥大姐 你們每個人有八到十分鐘 最後比如說前三分鐘 我會舉一個牌子 最後一分鐘說 我會舉一分鐘說 你準備請做結論 麻煩大家報告的人 最後的結論部分 請講一句或一段 你們自己的座右銘 或者是影響你們最深的話 就講一句話做一個總結 到時候要出來報告的人 那如果沒有出來報告的人呢 那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坐在台下 當然在討論的時候 盡量提供一些意見來做準備 另外一部分 這個會開放一些時間 如果說 因為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來問問看 前面六位大哥大姐的話 也可以來舉手來發問 對於這樣的一個 議程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各種選出兩位 發言代表人 每位有八到十分鐘的時間 最後總結的時候麻煩 加上一句你們的座右銘 或者是想要告訴大家的一個話 好